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困惑 confused 到底是什么回事 到底是钱出去的多一些还是进来的多一些呢 应该这么说 从整体来说肯定是加减一算肯定是出去的要多的 外资也好 我们国内的资本这几年整体是出去的 那我们看到外汇存底从4万亿降到3万亿 要不然不会降这么多嘛 那进来的多少有一些 但我们要注意到 出去的是哪些 进来的是哪些 我们已经先确定出去的多了 那出去的是哪些呢 就是过去这十年应该说厂业资本不停的在撤出 而且速度一直在加快 这些厂业资本就是做实体工厂的 有实体产品出来的 那这些资本应该说对我们中国意义最重大了 那有带来先进的技术 先进的管理经验 他一进来建一个厂房 这个厂房建设需要雇佣人吧 供应链的建设也需要吧 还需要培训员工吧 这些都是 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一间厂建起来啊 旁边很多周边产业都起来的 比如说那你在广东建一家一万人的工厂 那旁边的这个餐饮啊 网吧呀 还包括这KTV啊 这些全部都会有一个配套 那这样带动的这个就业肯定会很多 而且这一万人的工厂它肯定有上下游啊 它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的配合呀 那这些呢都能带动非常多人的就业 这一万个可能周边要几万人在配合着他们工作 即使他们工资不高 但是他只要一旦能够运转下去 这几万人的饭碗就保住了 那这些资本特殊可以说对中国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啊 因为一走了这种产业资本呢 它是不容易回来的 就是一去不回头 因为他建一个厂房 他起码啊 得你在你这待上五年十年的时间 把你这一整波这个国家劳动力用完 或者是他能用机器人替代的话 这也是 如果这钱都走了之后再回来 这么来回折腾根本就划不来 就是厂房用五年十年都不到 这折旧一算就不就不划算了嘛 所以这些钱走了是最可惜特别可惜的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大家在成都啊 重庆 长沙 武汉 郑州这些城市中西部的城市走一圈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那种小老板呢 就是比如说开美容院的啊 美发的啊 就正常的这种啊 还有包括像这个捏脚的 包括像这个做餐饮的 包括开小卖部的 很多老板啊 他会说一些粤语啊 他会讲几句上海话 他们都是这几年从长山脚 珠山脚撤回去的 这十年陆陆续续回去 所以我们看到像上海人口还下降了一点 因为这些大城市啊 深圳也好 上海也好 北京啊 他们的这个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啊 而且关键的是 他以前那种赖以生存的 在工厂里面一待一整天啊 傍晚的时候出来这个 这个后街溜达一圈回去 这种生活已经没有了 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见了 于是他们就带着这五年 十年 这个甚至二十年打工的积蓄啊 就回到他们中西部城市 他们家可能是一个县城 那到这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的城市去 比如说地级市 甚至是省会城市 像成都 重庆 那么就在这里开个店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因为之前那里消散 于是他回到这些区域要去开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啊 当然这个房地产也繁荣 然后的话 这很多商圈里面 特别多的这种零售店啊 特别多人做一些小生意 他们很多人啊 其实都是那些消散了之后回来的 好 我们继续说一个下一点啊 就是这些钱 进来的又会是哪些钱呢 当然有进来的 因为中国这么大啊 行业这么多啊 肯定会有一些行业还是啊 挣钱的 很多人他没有发现 或者发现了你没有这个经验技术去做它 那当然外资还是会进来 比如说像三星公司 还在我们这个西洋投资建了一个工厂 那还是有很多高技术人才啊 什么有自己的优势 那这些钱进来啊 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 金融资本 就是我们的叫什么 省港通 这个互港通 这些钱 金融资本我们要注意 这个钱不是什么好钱 他即使进来了 他也是热钱 快钱 快进快出的啊 这些钱就比如说啊 索罗斯 如果说他投资我们中国股票 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知道这家伙搞的量子基因 就是以做空著称的啊 经常去一些其他国家 别人都不欢迎他 这种钱他进来之后啊 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事情 他也没有什么社会责任感 你指望他留五年十年不可能的 他只要能够挣钱啊 他就捞一票他就走了 而且这些钱为什么他会进来呢 不是说这个人民币有可能有风险嘛 这个国内投资有风险嘛 但是金融资本他跟产业资本不一样 产业资本挣钱挣得辛苦 你就更踏实了 这个钱看得更重 金融资本是那种炒卖的钱 他本来在国外这些钱 不能说不易之财吧 至少相对比较轻松啊 这个钱挣起来容易 那既然是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嘛 既然挣钱了 就到这边来投资一下 说不定有机会呢 搞个五倍十倍 那两倍三倍也可以啊 他们是这种打算 所以他跟产业资本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哪一个进来更有效率 更有对我们更好一点嘛 那有的很多人说啊 你一直说这个中国钱流这么多 这个不是我要唱空 这个事实是这个样子 那么怎么办呢 我觉得的话 可能真的是国家也看到这一块吧 就一直说要把这个钱给留住 然后还有就是开放很多领域给这些外资 让他们真正的再重新进来 哪怕说这个行业既不像实业 它也不是纯金融 比如说你彻底开放银行业 那银行业你进来的话 那不是说你炒这个银行的股票 你可能要再开一家网点 你可能要在这里培训员工 那这个话也跟实业贴近嘛 那比如说这个通讯行业很多的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 不管他们进来还是出来 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国内的私营资本 这些人 他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中国社会要充分利用的一笔钱 就他们跑出去现在留住 王健林他们 把他们留住怎么办呢 我们国内现在也在搞这个联通的试点 就让这些钱去进入这些国营的这些企业 但这个速度我觉得还是慢了一些 现在比如说实盐 那像这种行业是很多的 它很小 就我们平常都看不见 但是呢 它垄断又是高度垄断的 还是处在前面一两千年 这个像政府指引一样 但实际上啊 它是一个可以完全开放的行业 对国家也没什么影响 你说盐都如果说作为战略资源 那这个国家什么东西不是战略资源 所有东西都是 所以这是必须开放的 那这种呢 其实也不光是说我们这个西方人来唱出来 他们也一直说 这个应该开放足够多的行业 让它私有化 然后才能提高经济效率 然后经济才更能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国内很多小粉红啊 看问题太单一了 其实你不管别人有什么阴谋吧 你说IMF 货币基金组织 或者像我们那种自媒体人 你站在哪一方立场 它总是有好坏方面的 它当然会有一些立场 整体的立场如果说是正面的 那如果说说一些负面的问题 这个就应该完全去认真的切割开来 而不是在底下辱骂呀 像这些 这些对这个我们建设 对这个利益调整一点都没有帮助 把问题分的切割开来 切割清楚 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往底下走嘛 而且我们中国的话 其实经济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你没有经济成长 其他的东西替代不了 我们不可能回到像印度 也没有它那样的历史背景 也不可能经济上再回去 像他们搞那种宗教就是没啥吃喝的 也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下辈子 我下辈子可以享福 这辈子受罪 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 要及时行乐 这辈子就足够 要挣够多的钱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对这个宗教没啥兴趣 对政治也是 我们到海外的华人好像对政治都没啥兴趣 去选这种议员的 会选这个当地的这个村干部的 社区领导的都少 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 也正是这样世俗化的一个追求和目标 让我们其实动力更足 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东西 什么宗教政治 我只要钱就可以 但是这样也是一个拖累 你没有把一些问题切个清楚 尤其是政治的这种问题 它其实牵涉到每一个行业 跟宗教的不一样 所以啥都不管的时候 你最后也没办法 你要回头来管 所以这个问题就要看我们后面的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私营企业利用好 然后再带动这个外资再回来 因为这个外资它其实是看风向的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内资都感觉还不错 他肯定更愿意进来 如果说内资被干趴下了 然后你进来之后又总是各种各样的阻力 那么后面一波它的压力就会大得多 那就会考虑我到底该不该进来 进来之后能不能完全的撤走 当然前面这两点不管是流进还是流出了 其实都是跟外资有关系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重点放到内资上来 就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资本家 这些民族企业家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像曹德旺 像马云 王建林他们 有一部分人是想把工厂挪到外面去 有一部分人纯粹连钱一起带出去 老婆孩子都想出去 这样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影响 这外资其实它是什么 它就是冲了挣钱来 它迟早是要走的 当然如果你能说持久把它留住 这是因为你国家像美国那个样子 它是连带人才连带资本一块过来 但是真正最核心的还是你自己得强 自己不强 别人过来也没啥可证的 待一小段时间也就走了 像很多国家地区 自己在加工贸易起来之后 像墨西哥像巴西 别人外资进去之后 最后自己人不行 它起不来 然后最后别人还是走 所以我们看到内资才是我们的光心 但是应该很多人也注意到 内资确实有一些不争气 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超过3000家的 这个护生的上市公司 很多的钱都投入什么 房地产 都炒房子去了 那即使不炒房子 这几年我们看到他们很多人 在买理财产品 上市是为了 融资更好的发展 都是这么说的 真正操作起来 钱拿来最后都投资到什么 都投资到这个理财产品和房地产去 那这内资的情况才是真正外资的一个核心 有内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健全的 这些资本的都能够利用的很好 然后这些外资它进它出 有当然最好 没有的话我们日子也能够过下去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说到 我们中国的这个民营资本 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 就没有成功的超过二三十年的时间 像明朝那时候资本主义门牙的时期 包括像清朝末年的这个 也有一些这个资本家 包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地区 这个也有一部分这个资本家 但是他们出来的这个时间都很短 最后就消散了 那这个国家又走入另一种状态 就是特别集权特别混乱的状态 那现在呢像这些民营资本最近有出现 确实是有一些是做的太过分了 那把这个国内的钱从银行借出来 然后到海外去 但是如果说实实在在的做事情 这个一定是要给最好的这个光照 要不然的话这些外资是没有感情的 这些内资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出去的 他是实在没办法 你把他逼急了他才会想走 所以我们这些内资如果说把它搞好了 真的是不太需要去担心外资的一个流进流出 好了这就是我们对前面一集节目的一个简单的回答 好感谢收看